Hello 大家好 我是Mavis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很特别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英国的洋芋片开箱推荐 那我特别从超市买了几款 就是蛮特别的口味 然后或者是英国人会喜欢的口味 还有就是我自己的推荐 那由于实在是太多款的 所以我就只有从中挑了六款 那在英国呢洋芋片其实它们不叫Potato Chips 你们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就是Fish and Chips 就是炸鱼薯条 那那个薯条也是叫chips 那在英国的话呢 它们洋芋片它们是叫crisps 在两个s中间有一个p 所以就是发音起来有点绕口 那其实在英国的洋芋片种类有非常多 如果你去超市你就会看到一整排让你眼花了 有人不知道从何挑起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吃零食洋芋片的人 那我甚至去旅行的时候我都还会去当地的超市去找洋芋片来吃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来开箱吧 说在英国他们的洋芋片包装会有像这种分成小包装的 可以看到它其实一包里面有六包 那其实价钱大概都是从一英镑到两英镑之间 所以其实价钱来讲不会太贵 那里面呢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小包装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常常有时候你洋芋片是打开 就是一半都是空气 那你如果洋芋片有没有赶快把它吃光的话 就是可能会怕会软掉 因为我觉得洋芋片很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酥脆的程度 所以它分成这样子就是里面有六小包就是都是独立包装的话就还蛮方便的 我自己在英国的话 因为你其实去那种超市啦 他们都会有一个可以选饮料啦 三明治 然后或者是一包这种小包的零食 那它就是会可能是三磅 或者是一个很特惠的价钱 那所以其实大家都还蛮习惯就是说 诶可能可能去超市 简单吃个三明治 加个水饮料 然后再有一包这个洋芋片 第一个这个牌子它叫做Hula Hoops 那我买的这个是有两包就是salt and vinegar 就是盐跟醋 然后还有两包是原味的 然后两包是cheese and almond 那我本身其实是比较喜欢原味跟洋葱起司的 那其实salt跟 vinegar 就是盐跟醋的这个口味 其实我没有很爱 但是我买很多英国的同事 他们都还蛮喜欢这个口味的 等一下反正我都会开箱吃给大家看看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真实的 对于口感啦 味道的形容这样 它就是比较是一圈一圈的 就不是像一片的 那我会推荐这个是因为 这个也是在英国蛮有名的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还蛮好吃的一款零食 有的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去超市买的话都缺阻 它的热量来讲的话我看一下 一小包里面有24克 一包大概是500卡左右 就是吃洋芋片 就是你已经都知道热量很高了 那当然也是比较常吃 但是就是有时候这种很邪恶的味道 就会让人家真的是停不下来 特别是你在看电影或是看剧的时候 真的就是会一口接一口吃 好那我们就先来打开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如果打开的话 它里面就是像这样子一包一包的 首先我们先来吃 你看它就是这样子一小包这样 大概是一个手掌炸这样 那我们首先先来吃原味的 那它原味的话呢 首先它的香味就是 就是马铃薯的味道 然后有带一点点点点味 然后是这样子一圈 一圈的 好让大家听一下那个脆的感觉 那我觉得它蛮好吃就是说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硬的 就是不是那种像洋芋片 你会咬下去是很脆 但它其实是有一点硬度的 所以你就是在慢慢咬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感觉到马铃薯的味道 那像这个的话是原味 就有点盐味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原味是我还蛮喜欢的 它真的是会披不下来 也不会太咸 然后味道我觉得也是算蛮适中的 那下一个我们要来吃的就是 Salt & Banigal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口味 闻到很浓的 这个醋的味道 而且它醋是那种就是白醋的味道 然后我们现在来吃一下 其实它这个醋的味道不会说很强的那种 因为我有吃过其他洋芋片也是有 Salt & Banigal 那个醋的味道是真的很呛的那个上碗 就是在你的舌尖 你就会感觉到 但其实这款还好 你想要吃 如果你喜欢吃酸 如果是你稍微想要 不一样一点的口味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这个 盐醋的口味 可能在台湾也比较少见到这种口味 因为毕竟不是我们很熟悉的 但是英国人是还蛮喜欢的 那下一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口味 Peace & Onion 我本来就很喜欢任何的起司的东西 那又再加上洋葱 那这一款我觉得应该就是大家普遍接受都会蛮高的 除非你不喜欢起司 你不喜欢洋葱的味道 所以你一打开的话 它是会先有一股起司的味道 然后再来是洋葱 好,吃一下 所以其实严格来说的话 这个洋葱味是还蛮重的 可是你后来会慢慢 就是它的咸味其实是有点像起司的那种咸味 可能是贴打起司的那种味道 这个是我还蛮喜欢的 我真的我一开我就会 下一个要开箱的是 这一家洋芋片品牌是很有名的牌子 它有几乎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洋芋片 不同的种类啦 它口味都是它们家出的 是一个很烙牌,很有名的一个牌子 它这一款洋芋片就叫Oven Bag 那就是 顾名思义就是它不是油炸 它是用烤箱去烤出来的 所以它的口感也会蛮不一样 那我会蛮喜欢就是说 它就比较没有像是油炸洋芋片的那种 油腻感 但是它的口感就也是还蛮特别 所以这一款是我几乎 如果一吃完我会马上复获了 那我买的 它也是同样会有很多味道 像是原味啦 醋的味道 那我自己很喜欢的是 cheese and almond 又是cheese and almond 一包也是25克 然后458大卡一包这样子 所以它就是这样子一包 然后 样子是长这样子 就是有点纹路 然后看起来就不像是那种油炸 就是比较像是用烘烤的感觉 然后给大家听一下它的声音 因为不是油炸的 所以它就感觉吃起来 就是我刚刚有讲是没有那么油腻 那再来就是它的厚度 我觉得也是比一般的油炸的 稍微再厚一些些 所以其实你吃起来的时候 就是不会像那个油炸那种 就是你一咬 它就马上碎 它是会有一点口感 那本身它的 我觉得它不会太咸 就是整个调味上面 我觉得算还蛮好的 它也可以吃到马铃薯的味道 所以我个人是 就是很喜欢这一款的原因 就是这样 蛮推荐大家吃吃看这款 那也是一个很 大家能够接受的口味 你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些 有的没有的口味的话 你就买原味就好 下面一款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买 它叫做Pickel Onion 腌洋葱 是我第一次买 所以我也没有吃过 但是我看到网路上面 蛮多评价说还不错的 所以我就想说买来试试看 那刚好也是同样这间平台处的 但它就不是烘烤系列 它就是一般的洋芋品 那你打开的话都一样 这个里面也是会有六包 但是这个好像装的比较满一点 那它这个总共的热量是2163大卡 那一包也是25克 是541大卡 那它这个就是像油炸洋芋片一样 所以就比较薄 然后也感觉比较油一点 口感来讲就是那种油炸洋芋片的口感 那因为比较薄 所以你咬没几下 它就会 挖在你的嘴巴里面 它的确有一种 你知道腌 黄瓜 的味道 可是它是 洋葱 然后它其实 还蛮酸的 但是你真的就会感觉到它是那种 腌黄瓜的那种味道 然后 其实它是洋葱口味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可能 不是我会非常 喜欢的类型 因为它也是比较偏酸味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喜欢吃酸味的话 其实这一款可能你就会蛮喜欢的 那接下来这一款就是 雜粮 主要是有玉米 然后有小麦 还有燕麦 三种做成 就感觉好像会比较健康 它的热量来讲也是 果高的 虽然它感觉好像比较健康 其实它这样一包是 2011大卡 这个是我之前 刚来到英国的时候 还蛮喜欢吃的一款 因为它的整个口感 因为它就不是 像洋女片 但是它整个口感就是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就是在台湾有吃过类似 只是我觉得它这个调味 因为它这个叫做 sweet chili 就是甜椒口味 就是不是辣 但是就是有一点甜甜鲜鲜的味道 所以它就是长这样子 那以这款来讲的话 因为它里面就是有加一些 玉米啦 然后还有一些 燕麦跟小麦 所以你就会觉得 它的味道就是跟你讲 芋片吃起来比较不一样 它有 玉米的味道是还蛮明显的 那因为我本身蛮喜欢吃 其实是玉米片这种 所以我就还蛮喜欢这款 而且它又甜甜的 如果说你想要找 比较熟悉的味道的话 我会蛮推荐这一款的 就它有点就是 是大家可能会熟悉的味道 然后它有一点点辣味 但是又不会太辣 那甜甜的 我就主要它的甜味是比较明显的 接下来要介绍这一款 它是 Marmite口味 用 发酵的这种酱 它叫做 Marmite 麻麦酱 那英国人非常喜欢吃这个东西 他们会在烤的面 吐司上面 然后加 奶油 还有这个 麻麦酱 那其实它吃起来是还蛮咸的 那喜欢的人喜欢 不喜欢的人 可能就不喜欢 我有吃过麻麦酱 但是我没有做非常爱 但是这一款的 洋芋皮我吃过 我觉得味道还算不错 所以如果就是想要尝试 这个麻麦酱的朋友 你可以考虑买这一款洋芋皮 来试试看 就还蛮特别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只有英国才会有 这别的地方 你不会找得到 然后打开呢 也是这样子一包一包 就是 我觉得它吃起来有点像 BBQ的味道 那其实也是有些人 他用 麻麦 就是这个麻麦酱 来 腌制肉 那 所以我觉得 它就是有点BBQ的味道 你吃那个麻麦酱 麻麦酱 跟 这个洋芋片 是不一样的味道 像这个的话你就 有 咸咸咸的 然后 有点烟熏的味道 感觉 这个其实还蛮不错吃的 那如果你还是想要尝 它 正统就是麻麦酱的味道的话 你还是要去买那一罐 超市有 卖小罐 那如果说你想要大概尝鲜一下 觉得 还蛮特别的话 你就可以买这个麻麦酱的洋芋片 回去给你的朋友尝尝看啊 或者是 你自己来英国 觉得对这个口味很好奇的话 你可以买 所以最后一包 这个是我 最喜欢的 一款连席 那 它同样也是那个大牌子出的 那它这个 系列叫 Sensation 就是它会出 像这个的话 是Thai Sue Chili 那还有Thai Chicken 还有一些什么Bezil 就是一些比较 东 好像感觉比较东方东南亚口味的 那你打开呢 也是这样子 就是包一包 那我为什么要把它留在最后吃 是因为它这款 因为它的辛香料用的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吃了这款 你整个嘴巴都会是那个味道 你可能就是尝不到其他的味道 那它就是会有 我刚刚有讲到 就是它是会有辣味 然后 它后面有一点很像是 九层塔的味道 它有蛮多不同的就是 有一些辛香料在里面 所以整个 味道吃起来的 层次就比较丰富 那再来它是 因为它是油炸的 它整个的酥脆度 就像那种油炸一样一片的 但是我觉得它这款 它虽然很好吃就很上你 但是其实 你吃到后来吃多 其实它会有点油腻感 所以可能你要配一些 饮料啦 或者是搭配的东西 来配这款东西 要不然你这样一直吃 其实吃到会突然会觉得 有点腻 然后它味道其实也蛮重的 但是它就是一款 你会蛮上你的 然后它整个洋芋片的脆度什么 我觉得都蛮好 所以其实这款 还蛮推荐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心目中的 Top 3 就是前三名 第一名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会给 嗯 这有点难选 好 我会给这个 烤箱的洋芋片 然后它是 起司跟熬嫩的口味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是 你真的比较能够感受到 马铃薯的味道 然后也不会太油腻 那它整个感觉 就是你会觉得吃起来 会比较不会觉得腻 然后你可以一直吃下去 这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那它的热量也比较低一点 所以我其实还蛮推荐这款 然后我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吃吃看的 好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名 那第二名来讲 我可能会给 这个 泰鱼 sweet chili 的这款 因为它就是 熟悉的 亚洲的味道 然后 因为我还蛮喜欢吃辣的 所以这款我也蛮喜欢的 所以这款就是 我心中的第二名 好 第三名的话 我觉得 是有点 纠结 第三名我可能就会介于 再给 这个 果物洋芋片 或者是这个 Hula hoop 的原味 这两个之间 但是 因为这款我之前吃太多了 所以可能我第三名会给Hula hoop 就是 因为它的原味的味道也是比较 酱油 比较不会吃腻的 然后 它的口感也是比较就是硬一点 所以你就会可以在嚼的过程当中 你比较能够会感受到那个 马铃薯的味道啦 还有盐味啦等等这样 就是有那个嚼的乐趣 所以我这个 第三名我会给这个 Hula hoop 那今天就是我跟大家介绍了 洋芋片开箱 一个分享跟介绍的影片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类型的内容 那如果呢 你有任何问题啦 或者是有任何有兴趣的内容 想要多知道 不管是在英国啦 或者是在欧洲等等的一些 你有兴趣的话题 也不妨留言让我知道 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然后想要多多鼓励我 拍更多的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就是追踪我的频道 然后按赞留言 或者是分享这支影片 让更多人知道 那今天这支影片 就先到这里咯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英国 或者是你在 可能 我不知道在你自己国家的超市 或者是外国超市 有没有在卖这些零食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英国的话 也千万不要错过 就是可以尝一下 这么多样 然后不同口味的洋芋片 相信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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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